一乾肚子 大家好,我是玲莹,Luna 最近不是快要过年了吗? 大家肯定都会想要拍美眉的照片 但是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 所以我要教大家怎么样拍出富有年味的照片 那我们开始吧 新年嘛就是要红红火火 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有一套红色的衣服 我们现在先准备这样一套衣服 红色的衣服就是过年最基本的装备 坏上以后是不是觉得就很不一样 就很有过年的气氛了 还有一个就是春联 就是挨家挨户肯定过年都会换春联 然后我现在要去把它贴起来 有过年的气氛了 走吧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看起来像是衣服一样的东西 跟我摸上去也软软的 你看这是我买了什么道具 因为我买太多了 所以我忘记了我买了 哦轻轻的我把它给撕开了 哦这个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抖音里面宠物 有穿一个舞龙舞狮的衣服 这是给猫猫狗狗穿 对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好丑啊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一只宠物 出现啦 一只从隔壁界的大猫咪 它叫 不能下去 它叫 你好长哦 它叫妥妥 妥妥乖 来 姐姐给你穿新衣 给你穿衣红 这个怎么穿 来 妥妥 别害怕妥 怎么穿 生鸡啦妥妥 这个小脚脚 这个脚先放进去呗 好乖哦 你出来出来 出来 不要害怕出来出来 不要害怕出来出来 这个眼睛了 不要说 哈喽 哈喽你在哪里 有点略大 黄罐的佳妮 怎么在什么时候 遥重 嘎嘎 有鬼吗 这儿 做得不还 在拆了 有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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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样子就很有信念 就这样子去 她说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脸 大家会想到什么 年化娃娃 我打算加一个年化娃娃的头发 去拍几张照 感觉 你在这干嘛呢 我自闭了 我需要勇气转了 加油萌萌站起来 我一二三站起来 一二三 然后现在我要用这个炮竹 然后去摆一个就是过年 过年就是年化娃娃点鞭炮的样子 我现在是年化娃娃 对 然后把这个画的衣裳 拿一根筷子 然后这样子 握住它 握住它 就到了最后一个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看它的外形体积就比其它的大 让我们 富有仪式感的打开它 仪式感也打开不了它 好硬哦 这个是 这个是 我要起来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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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圆宝 这个圆宝还开 这个圆宝 这个圆宝还开 这个圆宝 这个圆宝 你们能猜到了吗 这是个 台神爷的衣服 我感觉有了这个 不管去哪里都会有年味 你看我换好了衣服 衣服 我觉得我不太像台神爷 我像新郎官 然后我现在要 戴它这个帽子 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都能变得有钱 因为我是台神爷 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太大了 这个帽子怎么戴呢 这个帽子怎么戴呢 帽子怎么戴呢 帽子怎么戴呢 这个太搞笑了吧 这个戴了 打死结吗 打死结不好 算了打个死结吧 算了打个死结吧 嘿嘿嘿 别做死结 我打个活死结 这是活嘴 这是活嘴 这个怎么戴呢 这个好恶心 你谁能吃啊 你谁能吃啊 这样吗 不是吧 这个 这样 好像 一股海带的味道 咦 好恶心哦 为什么这胡子是歪的 我们先去绿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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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在哪里 不管你在银河 还是在公园 看都很有过年春节的感觉 耶 祝能看到这一条视频的人都能 一页帮助 新年发大财 拜拜 拜拜 拜拜